我就说嘛 还是得靠我们自己 那个长安 一天到晚让我们训练 自己就在那儿休息 有她能不能当教练的吗 若白师兄就不会这样 小英 我真觉得 她就是别家道馆派来的间谍 你说不定根本就是忽悠她 长安教练 小英也是因为我参赛的事情 所以口不择言 我不是口不择言 我是实话实说 这也代表了我的想法 请让我参赛吧 那我的要求 我参赛 三次